总统都成了高危职业 也门的内部斗争到底有多激烈 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 其中中国 美国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名字都飞升中卖 这些大国之间的纷争使其备受瞩目 然而 不知名的众多小国之间的局势也是风起云涌 国家内部也有无数的摩擦争端 小国之间的内战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很多大国 其中 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内部混乱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名字大部分人可能都闻所未闻 因为也门的国力让其在国际上都排不上号 但是如果要将国家内部政治的复杂程度排名 也门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身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也门 首先想着的竟然不是齐心协力发展经济 而是一心放在引起内乱上 也门的南北纷争已经让也门人民饱受折磨的同时 南北也门各自内部竟然还存在不和 内外混乱的局面 让这个国家的局势如一滩浑水 那么 也门为何会发展到如此混乱的地步呢 南北也门究竟存在什么矛盾呢 南北也门最终能不能完成统一呢 视频开始前 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18世纪末 英国人就对也门附近的P领导虎视眈眈 19世纪初 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肆扩张的英国自然也没有放过也门 1839年 英国出兵侵占位于也门南部重要地理位置的亚丁湾 并且在亚丁湾成功建立了殖民地 至此以后 英国对也门的领土开始了大规模吞定 由于英国是在也门南部亚丁湾登陆的 所以英国很快就仗着地理优势横扫也门南部三十多个部落 将其统统收复到英国麾下 还将这三十多个部落联合起来 建立成了一个大的激励亚丁保护地 1918年 受独立思想熏陶的也门宣布脱离了奥斯曼帝国 独立后的也门显得十分势单力薄 与此同时 沙特还向也门发起了进攻 也门战败 在亚丁湾殖民多年的英国 亏准了这一时机 趁虚而入 强迫也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彻底占领了也门南部的全部领土 从此以后 也门由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 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 英国由此开始了 对也门长达四十多年的殖民统治 1962年 世界解放浪潮席卷了整个阿拉伯地区 北也门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 想要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 再加上英国对也门北部的控制 本来就相对较弱 所以也门北部轻而易举 就脱离了英国控制 在北也门皇家卫队司令员的带领下 成立了阿拉伯北也门共和国 然而 北也门共和国 是在推翻了巴德尔王朝的统治下才成立的 本来以为是城王败寇的局面 结果巴德尔王朝的国王巴德尔 并没有被抓捕控制 他逃亡到了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家 并且在这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下 建立了武装力量 自称保王党顾名思义 就是支持巴德尔国王的党派 他们公开抵抗北也门的共和部队 想要夺回国王政权 虽然保王党的建立十分仓促 但是因为国王巴德尔本人 不同于前几人国王那样 只顾贪图享乐 他与士兵们同吃住 跟随他们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 从不抱怨 巴德尔的行为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纷纷加入了巴德尔的保王党 随着保王党势力的不断壮大 北也门共和军开始感到害怕 他们向埃及请求了支援 在埃及军队和共和军的强势打压下 保王党开始走下坡路 节节败退的他们只能躲在大山里保存兵力 然后转折发生在1967年 此时中东战争一触即发 连自己都顾不上的埃及 很快从也门撤兵 失去了埃及援助的北也门共和军 很快遭到了保王党的反扑 保王党从山里一路进军 直奔首都萨纳 直倒共和军老朝 那么来到了萨纳的保王党 在这里会如何表现呢 一路势如破竹的他们 能否继续成功呢 他们能在这里彻底击败共和军吗 也门从独立时政局就陷入混乱 总统在这里竟然是高危职业 而这种混乱 也让政客有了博弈的资本 保王党与共和军大大出手 双方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共和军的顽强抵抗 保王党军队在萨纳与共和军 陷入了长期僵持的局面 就在战事胶着的时候 支持保王党的沙特 却与埃及达成了共识 不再支持保王党 失去了援助国的交战双方 最终只能停止武力对抗 握手言和 这次的北野门内战 也草率落幕 不了了之 在多个部落势力盘旋的 北野门中 各部落首领始终认为 总统是他们占有控制权的绊脚石 还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们 北野门的总统 也因此在不停更换 总统也成为了高危职业 比起北野门的复杂程度 南野门也不遑多让 很早就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南野门 在看到北野门独立以后 也蠢蠢欲动 1963年 南野门的人民开始向往民族主义 他们还自发组成了解放民族战线 反抗英国 英国立即对南野门 采取了强势镇压的措施 可是当时的南野门 还得到了埃及 苏联的多方支援 这让英国首相对镇压行动 感到心理交瘁 但面对着一个敌人的南野门内部 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和谐 甚至还成立了解放被占领的 南野门阵线 与解放民族阵线作对 该阵线在西方的支持下 不断挑衅民族阵线 南野门内战因此爆发 英国再也无力管控 南野门的混乱 以及苏联等国的干涉 在1967年仓皇撤离亚临湾 南野门因此独立了出来 成立了南野门共和国 卡塔沙比胜任了总统这一职位 但之前就提到过 在野门 总统就是一个危险职业 沙比仅仅当了两年总统 就被国内的反对派赶下了台 民主主义者鲁巴伊顺势上位 他上位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主动向苏联求和 并且为了表达诚心 更改国名为野门民主共和国 鲁巴伊效仿苏联在国内 将社会主义建设活动 开展的热火朝天 南野门的经济 在这一时期 还得到了短暂提升 然而 此时北野门发生的意外 让鲁巴伊的地位 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他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 转向与阿拉伯国家合作 鲁巴伊的政策转变 让他曾经的同党 伊斯梅尔感到不满 在苏联的支持下 他发动了政变 取代鲁巴伊成为野门的第三任总统 1980年 穆罕默德成为 伊斯梅尔亲苏政策的继任者 他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 这让苏联与南野门的关系 更上一层楼 苏联向南野门提供了更多的援助 南野门的国力很快得到了增强 可随着苏联的实力越来越强 穆罕默德认为 莫斯科的势力 已经渗透了整个东北非洲 他不再愿意支持苏联 让其逐渐壮大 因此穆罕默德马上转变了亲苏立场 并且开始筹备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穆罕默德的军队出去规模以后 他便直接将伊斯梅尔一众亲苏派干净杀绝 发动了南野门内战 可穆罕默德短时间的军事部署 怎么可能抵得过苏联多年来的实力积累 仅仅三天 以穆罕默德的反苏党 就被有苏联武装部队支持的亲苏派抓捕 直接宣告了南野门内战的结束 在这之后苏联还扶持了阿塔斯上尉 掌权南野门政府 他上尉以后再次重复了伊斯梅尔的社会主义建设行为 重整了乱套的南野门社会风气 让其走上正轨 说完了南北野门各自的内乱 让我们接着来看看 野门南北部是如何发生内乱的吧 被英国分割后的他们 为何在英国撤兵后还摩擦不断呢 野门能走向统一吗 在总统都是高危职业的野门 其混乱程度让各国大感惊讶 野门的南北割裂 也是地理形式上的东西分裂 野门地域内的卢卜哈利沙漠 直接贯穿了整个野门 将其一分为二 这样的地理位置给野门带来了什么呢 野门首都就在西部地区 西部多高原 而东部截然相反 全是荒漠 领土面积本就很小的野门土地还十分贫瘠 气候也很差 降于西上 而且总共占国土面积3%的耕地更是全部集中在西部 这样恶劣的环境导致野门社会的部落原始化 共计有190多个部落遍布野门 野门政府便深受这些部落的危害 尤其是哈希德 巴吉尔等组织严密 兵力数量上万的大部落 他们不允许国家做一切有可能危害到部落利益的行为 丝毫不把国家政令放在眼里 这样错综复杂的部落关系 让野门统治者对野门整体的管理感到心里交瘁 成为每一任野门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就连野门人同样信奉的伊斯兰教之内都有不一样的党派 一个是什叶派 另一个是逊尼派 双方各自占领野门的南北地区 关系势同水火 1972年南北野门的矛盾开始激化 北野门在这时也因为内战产生了新政权 并且直接架空了在苏联疗养的第一任总统的权力 想要缓和南北关系的埃利亚尼 接受了第一任总统的全部工作 他在筹备着统一南北野门时 还不妄想沙特等国学习改革技术 还加强了对野门部落的打击力度 可埃利亚尼对部落的打击 彻底惹怒了部落首领们 他们竟然联合起来发动军事政变 将埃利亚尼赶出了野门政府 野门总统再次换人 这次上台的是哈姆迪总统 但就在他站稳脚跟 要对野门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时 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 让他的改革梦落了空 甚至丢了命 经过调查 这原来是加史米看不惯哈姆迪统治选择 取而代之的结果 可害人中害己 尚未不久的加史米也遭到了暗杀 北野门的仇事南野门一派 将这件事算在了南野门统治者鲁巴伊的头上 南北野门出有缓和的关系 再次恶化 间接影响到了鲁巴伊的政治立场转变 导致鲁巴伊后期的落马 南北野门由此爆发内战 然而替代了鲁巴伊的伊斯梅尔 有苏联的帮助 再加上先前的暗杀事件都出自他手 伊斯梅尔在内战中成了最大赢家 就在他想要继续搅乱野门局势时 国际社会制止住了他的行为 南北野门开始了短暂的和平 1988年 世界局势都稳定了下来 南北野门也因此有了交好的想法 双方签署了许多和平协议 却没有合为一个整体 直到苏联停止对南野门的援助 导致其经济迅速崩溃 南野门才被迫提出了野门统一的计划 1990年4月 南北野门领导人签署了统一条约 至此 双方结束了多年内战 宣布野门成为一个新的整体 并将其命名为野门共和国 可实际上统一也没有彻底改变 野门混乱的局面 这就是后话了 您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支持